彭泰新闻 并签署30天无理由退房协议的购房人 自认购之日起30日内可享受无理由退房服务一次 购房人提交无理由退房申请及相关资料后 由开发企业在约定时间内据时退还购房人付的全部款项 且不收取任何违约金 具体时间在30天无理由退房协议中明确 需办理合同网签备案注销手续的时间可适当延长 据悉这一承诺是在行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 部分诚信经营的名企名盘自愿做出的 目的是保障购房人的权益增强购房信心 在此之前退房难退订金难 是我是房地产交易纠纷中的一个常见问题 购房者交订金之后 如果因为资金筹集不到位 亲人突发重大疾病等各种情况放弃购买 开发商对订金要么不退 要么也要扣一定的违约金 而且开发商即使答应退订金 退钱的时间也往往很漫长 时间需要三个月甚至更长 目前我是正在举办第41届武汉金秋房交会 为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进一步促进我市房地产行业平稳健康发展 强化行业自律和信用管理 规范房地产企业销售行为 增强市场信心和预期保障 在行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 武汉市房地产开发协会 倡议全市各开发企业 积极参与30天无理由退房活动 这种30天无理由退房 避免了许多商品房交易过程中的纠纷 对于很多家庭而言 买房是人生中的大事 买房的首付 也有可能掏空了一家三代人的六个钱包 但是在买房的时候 购房者往往因为一时冲动 或者为了抢房源 就交了定金 回家后经过深思熟虑 家之家庭遇到一些突发情况 又想要退房 这时去向开发商协调退定金 十分不易 武汉市此次推出的部分 在售楼盘30天无理由退房 实际上相当于为购房设置了一个冷静期 在冷静期内 购房者有时间充分考虑 房子是否值得购买 在冷静期内 购房者还可以理性衡量自己的收入和支出 是否有能力还越工 避免断供情况的发生 在冷静期内 购房者还可以有一定的时间 对开发商的品牌 信誉 房子的质量做出考察 这样购房者在冷静期后买房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也避免了因为冲动消费而造成的损失 如果开发商有明确的30天 无理由退房的承诺 相当于给了购房者 无条件退还全部款项的保障 湖北省万泽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周静文解释道 因为合同签署后 如果因为购房者资深的原因不想买房了 一般来说 房企有权不退顶金 但是 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 为此30天 无理由退房 必须是书面的 必须加改开发商的公章 而且一定要看清楚 上面是否真的是无条件